首先先跟大家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米露的Youtube頻道從這支影片開始 所以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喜歡的題材固定回來看喔 那最重要的是先訂閱米露的Youtube頻道 訂了沒開啟小禮蕩就會準時收到更新的通知囉 哈囉大家好我是迷路第二次身高183水瓶座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這支影片要跟大家說 聖誕快樂我們來交換禮物吧 這個企劃其實去年也做過 那影片的前段呢會跟大家玩交換禮物的遊戲 影片的後半段呢我會好好的跟大家聊天 快年底了嘛 趁著這支影片呢跟大家回顧一下今年米露的改變 頻道的改變 也謝謝你們今年對於米露的照顧 今年不容易 大家都辛苦了 明年也繼續加油 明年要繼續回來看米露的頻道喔 那我們就來交換禮物吧 規則非常的簡單 接下來我會說明一到六項的禮物 你們在看完這支影片之後可以去資訊欄那邊填表單 每個人可以認理一到六項禮物的其中一項 我就會在所有選擇該項目禮物的朋友裡面 抽出一位朋友把禮物寄給他 那被抽中的人也要寄一個禮物回來給我 所以知道攻破這個遊戲的一個小秘訣呢 就是你要盡量挑到一個你喜歡 然後你覺得那個禮物的選的人不會太多的那一個 因為比方說第一個禮物有100個人選 要在100個人裡面抽到你就比較有困難 那萬一第二個禮物只有30個人選 那你中獎的機率就比較高 抽中之後我就會把我這邊的禮物都送給你們 然後這些請得獎的朋友們也交換一個禮物寄回來給我 開始了喔 今年大多準備給大家的禮物呢 都是透過這一個韓貨的代購 請他買來的一些韓國的文創設計商品 因為畢竟本來還是個韓系YouTuber 還是要做一些符合人設的事情 競爭者一呢是一個很可愛的AirPods的套子 現在光有點亮喔 我這邊會拍一些更近的細節給大家看 一般要找到比較有質感的AirPods的套也比較不容易 那這一次我就看到這個 我自己覺得很喜歡又有韓系的感覺 去咖啡店之後把它放在桌上拍一張 跟咖啡一起拍一張就蠻可愛對不對 我其實是蠻想把它留下來的 但就說好要送給大家就送給大家囉 1號 下好第一手 再來 2號拳手呢 是我挑的一個Puma鴨舌帽 我個人覺得它是一個非常百搭 男生女生都適用的單品 希望這個中角的人不介意我現在戴一下 大概就是這樣 這樣的感覺 不管穿什麼樣的穿搭的時候 你看像我今天穿的比較街頭一點 或是西裝外套的時候也可以戴一個帽子 其實也蠻好看的 3號拳手 從下面登場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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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這是一個可愛的小包 那一樣也是一個韓國的文創的牌子 LUFF 這個小包咧 容量不大 女生們還是可以拿來裝一些小東西啊 零錢 AirPods 噴一點 fart香水上去好了 希望抽到這個的朋友呢 可以感受一下米露的香水味 希望大家可以拿來擺拍 抽到之後可以發個劍凍tag我的時候 會覺得蠻好看 蠻漂亮的 再來4號拳手呢 就是比較有我存在的 如果你是鐵粉的話 你可以考慮一下這個選項 他是 登登登登 有一個這種人物畫像的廠商 叫專快先生 他們幫我做的 我就想送大家一個手機殼 那型號得獎者告訴我之後 我會負責伸出你的型號的手機殼給你 但圖勒就是我的好不好 就是我的圖 所以你可以用一個有米露的手機殼 現在目前這個世界上 只有我有跟這個得獎者有 只有兩個而已喔 我在挑禮物的時候 我的經紀人就跟我講說 你都送一些你挑的東西 但是好像沒有你自己在上面 如果是你真的喜歡米露的粉絲 應該會想要一些有米露的東西才對 所以準備了這個選項給大家 再來第五個呢 是一個看起來非常的療癒 很適合放在書桌上 或者是你是剛出社會啊 在外面租房子 想到在自己的書桌前 牆壁上有一些裝飾的話 這個非常適合你 這是一個日麗卡 選色選得非常的漂亮 那如果貼一整面起來的話 我是覺得還蠻療癒的 如同前面所說啦 我選禮物的原則就是希望我可以陪著大家 最近有一支影片就是我分享男生會喜歡怎麼樣的聖誕禮物 應該自己多買一份的這個 如果你們有什麼特殊要求 比方說想要我留言啊 或者想要我在我身體上面簽名什麼 你們也可以提在那個 表單裡面 好 再來勒最後一個 選項6 不要臉的說我覺得他算最大獎 他就是一個讓我實現你願望的禮物 那去年呢 是一個香港的朋友抽到的 他希望我幫他做的事情呢 是幫他寫一首歌詞 但是呢 我最後就把他寫成了一首歌 還在去年的影片裡面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那這個交換禮物呢 是限定在台灣的朋友可以參加 但6這個選項呢 我就開放 開放不管你在哪裡 我都歡迎大家來抽第6號這個禮物 可能在國外的話也沒關係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 自彈自唱一首歌給你啊 或錄一個影片給你啊 來實現你想要 對我的要求 我幫你做了一個禮物 可以透過數位的方式傳給你的話 我都非常歡迎 如果你在台北的話 也許我們可以出來 我請你喝一杯咖啡 聊聊天什麼的 我覺得都是可以討論的 開放好不好 開放給抽中6號 參賽者的朋友 6號禮物的朋友 那1到6項有看到喜歡的嗎 有喜歡的話呢 趕快填寫資訊欄的表單 好不好 或直接掃這個QR Code 這邊這個QR Code 你可以直接趕快去填表單喔 那我們呢 公佈抽中交換禮物的人呢 日期就定在這一天 12月18號 那就再麻煩 抽到我的朋友們呢 趕快把你的禮物寄到 米露的經濟公司Capsule 那我就會再來拍一支 你們寄給我禮物的聖誕開箱 希望有你們喜歡的禮物啦 就透過這些小小的禮物呢 穿搭今年米露 對所有觀眾 所有報名畫們的感謝 接下來的影片呢 用5分鐘來簡單聊聊一下 今年的心路歷程 今年真的發生了很多很多事情 首先當然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我本來是拍比較多 國外旅遊啊 韓國的東西啊 韓國旅遊的題目 變成很多都不能拍了 就變成在台灣發掘很多的題材 比較大的項目呢 就是在做戀愛QA跟星座 還有很多的算命系列 甚至你們看到 心靈心理有關的議題 比方說愛無能啊 遠距離戀愛啊 有一些更多這種認識 自己了解自己的影片 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拍這些影片 是因為我今年的改變嘛 就是回到自己一個人的生活 所以一開始去接觸 這方面的題目 一部分是想了解自己 幫助自己的同時 也可以幫助正在看影片大家 那今年也拍了很多算命影片 但現在回想起來呢 聽過所有酸民老師的話裡面 現在有一句話 是最讓我印象深刻的 他說 你會有多成功 就取決於 我有多相信我自己 那的確在今年 面臨到很多的 對自己的質疑 懷疑迷惘不確定 甚至有一段時間呢 也不太想做YouTube的影片 但後來呢 慢慢的讓生活回到正軌 然後在8月的時候呢 辦了一個10萬訂閱的見面會 見到了大家 從那個之後就覺得 我其實不是一個人 我是 有很多的觀眾 很多的朋友 在支撐著我 跟我一起前進的 覺得自己相信的事情 也有一群人這樣子一起相信著 就成了我下半年 持續進步 持續拍影片 持續發掘自己 更多可能性的動力 那當然今年還有一件 非常大的事情 就是我完成了 我多年的夢想 我出了 自己的第一首單曲 別再說 這真的是一件 非常浩大的空城 呵呵呵 收到很多 很棒的回饋 那也很多人說 這是真的看到米露 另外一個不同的面貌 因為這首歌 是我自己 作詞作曲的 很開心可以展現 我的這一個面向給大家 那我覺得別再說 真的是一首 很能代表我自己的歌 然後我也很開心 他有進入 這個KBOSS的新歌的排行榜 對我來說是一個 哇 你知道可以在 Spotify上面 看到自己的歌出現在 上面 真的是 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然後這個也算 突破了我自己 那我自己在未來 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 直到在明年的計畫呢 我會說現在還在一個 轉變期啦 還在嘗試很多 不同的東西 那持續會做的事情呢 吃吃喝喝的 好玩的 還是會有 因為這是大家喜歡的東西 然後 新作的東西跟戀愛QA 我也會繼續拍 因為很多來的來賓都跟我說 上米錄的節目真的是 一個很難得可以好好講話 好好表達自己內心想法的地方 因為有時候 不是單純的回答星座啊 個性什麼 或者戀愛問題 反而是透過這些問題 當作一個契機 可以讓你們 也讓我更了解這個來賓 看到他不同的一面的時候 這個是我非常驕傲 也覺得非常有價值的事情 然後再來呢 也會延伸更多的 我有興趣的戀愛課題 或者是心理學相關的東西 情緒陰影啊 人格面具啊 先不講太多 因為我也還沒準備好 哈哈 2012年的米錄 會以穩定的每週兩更 為目標前進 那聽說2021年 是水瓶座即將 統治全世界的 一個年份的開始 蠻讓我拭目以待的啦 哈哈哈哈 真的要統治全世界了嗎 好嗨喔 然後最後有幾件事跟大家分享 迷路的LINE帳號 最近也開了 有陸陸續續再放一些東西上去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上面 跟我的官方機器人聊天 然後同時也在規劃著 這個YouTube頻道的會員 可以做些什麼事喔 也有想辦一些實體的活動 比方說實體的讀書會 類型的活動 這個還在想 可能就要到新年過後 才會有更新的計畫 可以分享給大家了 希望這個疫情趕快結束 真的可以出國拍一些更新 更好玩的東西給大家 我也非常想念韓國好不好 我也很想出去玩 今年真的真的夠久了 也謝謝你們 陪我過了這個難熬的 充滿挑戰的2020 今年真的充滿轉機 也讓我有機會做一個 不一樣的志祺 好啦今天講的話 差不多到這邊啦 最主要就是在表現 我愛你們 沙蘭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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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去抽禮物好不好 我是米露 Dear Dear 聖誕快樂 新年快樂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米露的YouTube頻道 然後可以follow米露的IG 記得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讓我有個美好的年尾好不好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啊 掰掰 別再說下我時候會打電話給我